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按照开在那个地方的这个领围去起这个针 大家能明白吗 所以试的时候呢 你也要试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你是开在锁骨下面的 那么你量的时候呢 就是以锁骨下面一圈领围去量这个尺寸 你的锁针数勾到一定的树目之后呢 你就套在那个地方去围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正好 这是第一点 那么在试完了之后呢 你这个锁针数还要复合一点 就是它需要是4的倍数 因为这个插尖锈呢 我们一般来说啊 我们勾针勾插尖锈 这个针数安排呢 就是平分为4份 接着呢 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简图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图 先理解一下啊 再来勾 那假如说我们领围就是锁针数是36针 对吧 那我们36针呢 比如我们是圈钩的情况下啊 因为我们今天说是开镜式 先说圈钩 圈钩的情况下呢 我们起了36针 那么我们勾插尖锈呢 就是两个袖子跟前片跟后片领部 对吧 我们分针呢 就是分成4份 也就是说 袖子 9针一份 这边袖子9针 这边袖子也是9针 然后呢 这个前领后领呢 也是各9针 是这样去分的 都是平均分的啊 大家以后就是勾衣服 就按这个算法去分针 再去加针 再去勾下去就可以了啊 很简单的 很容易理解 那么今天我们说的是开镜式的 也就是说 什么叫开镜式呢 就是比如说你的前领 或者前领或者后领呢 是打开的 这个打开呢 你可以是就直接这样开着的扣 也可以是说我们装上蕾丝带系起来 对吧 或者是装上钮扣给它扣起来 这种式样的衣服 那么 假如我们这个是9针一份的时候呢 假如我们开镜是开在这个前片啊 那么我们分 我们起针呢 起35针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我们从这里开始起针 先勾出4针来 也就是说我们是取一半针数 因为9针嘛 一半是取不进的 我们就取 就是以8针来说 来说取4针 然后呢 这个就是插肩袖的位置 到了袖子 袖子之外呢 我们也是9针 到了后片 后片这里呢 也是9针 包括这里 另一个袖片 9针 然后到了前片 另外的一半 对吧 这边4针一半 另外的一半 我们补全4针 然后呢 这个就开在这个位置 后面就是片钩啊 进行加针 这个就是开镜式那个插肩袖衣服的编织原理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示范一下 怎么去勾这个 我们就以这个来说啊 然后再补充一点 假如它就是是10针一组的话啊 它是分10针一组的话 那么这里呢 正好就是5针 5针 我们就可以这么排啊 5针 5针 各种情况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么巧 对吧 这是单数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按这样去分就可以了啊 好 现在我起了35针 我们就按照这个简单的这个图来说啊 那这四个位置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四根线呢 就是我们插肩袖的位置啊 前片两个插肩袖 后片两个插肩袖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插肩袖这里呢 就是以一针锁针 来表示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前片开始勾 对吧 首先呢 我们勾 四针 长针 我们先勾两针锁针 这两针锁针呢 只作为一针起立针 但是不作为一针长针 不算在里面 我们仍在第一针里面 勾一针长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好 我们勾了 四针了 然后呢 插肩袖的位置 我们就勾一针锁针 这里插肩袖就是一针锁针 接着我们继续往下勾 到了一个袖片的位置了 九针长针 六 七 八 这个就是分出来的一个袖片 接着我们又要勾这个插肩袖的地方了 一针锁针 到了后片这里 我们把九针继续勾掉 好 后片这里九针呢 也勾掉了 接着到了另一个袖片 一针锁针 插肩袖的位置 另一个袖片呢 也是九针 第八针 第九针 好 又到了插肩袖的位置 一针锁针 然后呢 前片还有四针 对吧 我们勾掉它 好了 这个第一针锁针 第一针锁针 我们继续往下勾 现在还不明显 那第二圈呢 我们这个插肩袖呢 就是每一圈都是要加针 那么这个就是需要片针 第二圈呢 我们两针锁针 依然是不作为一针长针啊 我们所以翻面之后呢 仍在第一针里面 勾长针 那这种插肩袖加针呢 我们只在插肩袖的位置加针 也就是插肩袖以外的长针上呢 我们都是照样的 不加不减的勾长针 四针勾完之后 我们来到插肩袖这里 锁针的地方 我们呢 就在这一针锁针里面 勾 一针长针 一针锁针 一针长针 这个呢 就是我们加针的方式 在锁针里面这样勾 然后呢 后面这针长针上面 我们又要开始正常的 不加肤剪勾长针了 下一个 下一个锁针的地方呢 我们也是这么勾啊 我们再勾到下一个锁针的地方 看一下 记住啊 这个锁针两端的长针上 我们也是要勾的 千万不能忘了 好 这个锁针的地方 我们依然是勾一针长针 一针锁针 一针长针 后面我就不勾了 同样 到下一个锁针 在下一个锁针里面 每个锁针的地方呢 都是这样勾 一针长针 一针锁针 一针长针 其他地方呢 都是不勾的 好 我勾了几行啊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我们勾到最后一针 是两针锁针 跟一针长针 连在一起的 对吧 我们就穿入 长针上放的辫子针里面 勾一针长针 就可以了啊 那么我们在下一圈呢 就是要把这个 一锁针跟一锁针的地方呢 我们相互连接起来 给它合起来 合起来之后呢 这个衣服的样子 就很明显了啊 就是我们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呢 就是一身的部分 你把自己喜欢的花样 套进去 这样勾 往下勾 对吧 那这一段呢 就是袖子的部分 我们袖子部分呢 也是套进去花样 给它圈钩 这边也是圈钩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插肩袖衣服呢 就会完成了 就很简单 这是开进士的 这边是开的 你可以是系带子啊 或者是用钮扣啊 搭扣啊等等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圈钩的话呢 就是你 更简单了 对吧 就是第一圈 起完锁针之后呢 直接手为引拔 然后呢 也是按同样的原理去 分出插肩袖的位置 然后全勾就可以了 那勾的时候呢 直接就是这样连着的 其实很简单的 那么我还要说一下啊 还有一种插肩袖呢 就是我们这里插肩袖 用了最简单的分针方式 就是插肩袖 这里就是一针锁针 对吧 其他针就是勾在一起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在一针里面 勾V花 怎么讲呢 以同样的这个啊 比如说我们都是分成四份 每份九针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 在一针里面勾V花 也就这 这个插肩袖的地方呢 我们勾了 一针长针 一针锁针 一针长针 每个地方都是一样 一长一锁一长 一锁一长 一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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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要比如说分出 也是三十六针的情况下吧 就是每份九针 对吧 每份九针 那么我们以 这种情况来排针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里就是 七针长针 因为我们这里占了一针 这里也占了一针 对吧 加起来呢 这一份也是九针 然后呢 这一针 这里也是七针 就每一份都是七针 因为我们在一针里面 占了两针 这一针呢 占在这一份里面 这一针呢 占在这一份里面 那这一针呢 占在这一份里面 这一针占在这一份里面 以此类推 所以如果我们 以这种勾法来起针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是 七的倍数 乘以四再加 这边有四针 四针 三十二针就可以了 三十二针就可以了 那如果以这种方式起针呢 比如说每份都是九针 不是开进的 每份都是九针 那我们这种方式起针呢 就是直接就九的倍数 四九三十六 三十六针 就这样的 因为这个插尖锈呢 就是一针锁针 不粘起针的辫子针术 那而这里呢 这是实实在的一针 在一针里面 勾的V花 所以呢 这个起针数就是 中间部分 七的倍数 再加这个插尖锈的四针 是这样的 所以同样 就是我们 每份九针的情况下 以这种方式 起针呢 针数起得少 那么 到时候大家就根据这个 在自己脖子上去试啊 试出来最合适的针数呢 你看是起这个好呢 还是起这个好 自己去选择 比较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 勾针 插尖锈的一些 知识点啊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理解完之后呢 其实就是套用 插尖锈部位都差不多啊 然后下方 插尖锈下方 勾一身的时候呢 你套上不同的 勾针花样啊 那么就会勾出 一件又一件的 不同的作品 其实非常简单 好了 那今天课程呢 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再见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